说日前在武汉 一个闪耀着蓝色光芒的飞碟升空 持续飞行了80多秒钟后 缓缓降落到地面上 这个飞碟是一位航空迷市民 花费了两个月时间 耗资15万余元打造的 他在家中还建起了飞行器制作作法 但是民航管理部门回应 他的行为已涉嫌违法 自制飞行器上天 需要申请试航证 而他并没有申报 同时上述试飞行为十分危险 可能引发安全事故